佛法的音乐 尽宗音乐是无比的殊胜 阿弥陀佛到哪里都听到 听到不信呢 这叫南风 女人为什么认呢 因为圣方一切诸佛菩萨都宣扬 其他的法门不见得会宣扬 唯独这个法门 无始无初不再宣扬 所以南风的意思实在就是讲点耐心 什么人能去呢 念佛的功力 要能把烦恼扶住就能去 所以这个法门不要断烦恼 只要把烦恼扶住 不让他起先行 有这个能力 就可以往上 所以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 真正成就 就要下决心了 要有毅力 去服一烦恼 断是在讲太难 非常不容易 服当然也不容易 那要比起断来讲呢 那容易太多了 怎么个服法呢 最好的方法 改吸气 把那个吸气反过来 这个方法比什么都没有 非常有效果 念这句佛号 不一定你能够压得住吸气 所以你要懂得 怎么把他翻过来 比如我的烦恼啊 贪 看到钱财就喜欢 我用什么方法来对之呢 有了钱财 赶快不识 通通快乐快地散掉 这个就是方法 诚恨中的 俗悲 共同不慢的是情识 你能够把他翻过来 那个效果比什么都快 有人不懂得这个方法 用一句法 平平在压压压不住啊 所以不如这样翻过来 对之 没效果快呀 这个烦恼吸气 无实戒戴戴的 询息的非常严重啊 这个事情 只有自己清楚 自己要尝尝反省 要去检定 我们的病在哪里 佛用六佛药 叫我对之 第一种病 尽他 用不失来对之 第二种病 故意 用持戒对之 第三种病 成慧 用忍辱来对之 第四种病 写待 懒惰写待 用精进来对之 第五种病散乱 这心的妄想散乱 经禅定对之 第六种愚痴 用不若对之 菩萨修六佛罗美 对之这六种毛病 这六种毛病都没有了 就叫愿慢 每一个人这个烦恼 可以说通通都居足 但是对于烦恼 这个轻重 个人不一样 有人贪心中 有人晨慧心中 有人愚痴中 这个不相同 那么我们要对之呢 这佛话就开头讲对之 哪一条最重 先知哪一条 安心最重的人 我们先对之他 这用不识 晨慧心如果最重的时候 那就先对之晨慧 修慈悲 修忍辱 我劝大家读经 用读经的方法来 发现自己的脑袋 你要不读经 你怎么会知道自己有故事 经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我们脸上有肮脏 看不到啊 照镜子就看到 我们读佛经 经典自己的奇心动念 言语造作 天天读 天天反省 天天检讨 天天改过 这叫真用功 用真功佛 才能与佛相应 在经宗里面讲 无量寿经的经题上说得好啊 清净 平等 这五个字就是永恒不变的原则 我们要修清净心 要修平等心 要修植物的心 清净就是戒 六根清净夜尘不染 不被世缘所染污 这清净心 平等是定 心有不平 这个心就动 像水一样 水在平的时候是定 齐了波浪它是斗 所以平等是定学 绝是慧学 可见得清净平等觉 就是戒定慧三学 清净平等觉 也是菩萨的六度 这五个字里头 字字都圆满汗塞六波浪 如果勉强地分配 不识 持戒是清净 不识是死人 是放下了 通通都写掉了 通通都放下了 心清净啊 你心里头如果有牵挂 有忧虑 你的心就不清净 放下就清净 所以清净是不识 清净是持戒 不识持戒 修清净 佛常常教我们 舍得了 不识是舍 舍了就得了 这是一个意思 福的意思不是死的 福的意思 你得到的那个也舍掉 我才不识得财富 我心底不沾染财富 把我所得的那个也舍掉 舍得 舍你所得到 你才会得清净 你要舍 希望得到 那你的心怎么会清净 所以舍得的意思 很深很深 一般人看得很浅 只看到第一层 没有看到底下的 甚深的一层意思 为什么要叫你把这个得 舍掉呢 老老实实告诉你 事出事件 一切法都不可得 不可得你一定要得 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 你把这个得的念头 统统放下了 你才得到清净心 忍如禅丁的平等心 无论事法佛法 要有耐心 有耐心 心能不能平等呢 不能 但是虽不能平等啊 是平等的前方病 是修平等心的预备功夫 因为你不能忍 你决定不能得定 得定才平等 所以忍如啊 是禅定的 冲步功夫 这是忍之潜意 很浅显的意思 他的深意 那就不是这个想法了 忍的深意 是对于一切四十真相 真正明了 佛所讲的 宇宙人生的真相 能肯定 能同意 能认可 这叫忍 这个意思 就深 你能够肯定 佛的说法 能够承认佛的说法 你的心 自然就定下来 平等就先前了 平等心 其作用 就是智慧 六波罗命 讲的是原则 每一条里面 要是去应用的 都是深光无尽 所以要善于体会 善于运用 对治自己的 前谈 物业 懈怠 懒惰 成会 嫉妒 散乱 愚痴 这大病啊 佛说出这个 六波原则 来对治 我们在日常生活 工作 厨师 带人介 无 能用这个原则 来治病 然后信念念佛 就决定 我们在这一生当中 就大成就了 真正奎乘的上是 究竟圆满的天酒 这一生的殊胜 无量借来 生生世世都不能比 的天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